台军突然宣布试射导弹 砸下数百亿狂买美制武器 联合美军演练海上作战 叫嚣针对解放军舰队 党内民众狠批要军火不要疫苗 美国航母进入南海 是否在为台当局撑腰 台军炒作解放军大机群随即巡航台海 每每爆料中美航母正面交锋 真相究竟如何 中印边境暗流涌动 印军不断增兵 敏感时刻美印签下军火打单 挺台拉印离间中俄 美国不断收紧对华包围圈 新冷战的铁幕是否即将落下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带您解读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叶海林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李亚强老师 欢迎两位 那本周都发生了哪些热点的军事新闻呢 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军情燃力榜 小叶 好的 我们来看本栏目和央视网联合发布的 军情燃力榜 来看本周都有哪些热点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燃力池是一颗星的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 双方重申核武军控承诺 然而美国空军官员透露 美国将在7年后拥有400枚具备全面作战能力的新一代战略导弹 我们继续来关注 据航空学家网站报道 在波罗的海上空 两架意大利F35A战斗机正试图靠近一架 由俄军苏30SM战斗机护航的安12运输机 而后遭到苏30SM战斗机的逼腿 视频还显示俄军战机携带了实弹 我们继续来关注 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网站6月14号报道 当日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 开展所谓的海上安全行动 这是他在2021年部署期间 首次进入南海开展行动 我们再来关注燃力指示四颗星的新闻 路透社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提名人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 15号炒作称 华盛顿应在各个领域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 并认为华盛顿旅行 其对台湾所谓坚如磐石的义务很重要 最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岁热的行为 据岛内媒体报道称 台所谓防务部门17号公布军购绝标案公告 称已经和美国签署完成两项军购合约 金额合计高达约487亿元新台并 对于这一消息 有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 只会买军火疫苗呢 以上就是本周军情燃力榜的全部内容了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我们看到在G7和北约峰会上 美国联合他的盟友对台海问题大放厥词 而北约甚至还进行了所谓 武力介入台海的讨论 而台湾当局也接连下出了几步险棋 除了重启它的导弹试射 还砸下重金487亿新台币 来购买美制导弹 另外还对解放军叫嚣 所谓的后果自负 而美国媒体在炒作 前不久说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曾经在台岛周边 危险逼近中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还将其纳入了所谓的射程范围 那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军科研机构将在本月22到25号 连续多天进行导弹试射 测试增程天工三型防空导弹 台军仰言要挑战更高层的防御 使这款导弹的最大拦截高度达到40公里 达到美制爱国者三导弹的水平 此外台防务部门日前动用 为台陆军采购美制M109A6自行火炮等装备的经费 用于为台海军采购128枚美制鱼叉反舰导弹 在2025年前部署 并于17号签约购买第二批鱼叉导弹 以及美制海马斯火箭炮 总价达487亿新台币 台湾地区所谓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大言不惭地叫嚣 美制鱼叉导弹可以应对解放军的 075型两栖攻击舰和新型航母 帮助台军达成其设定的所谓坚敌70%的狂想 消息已出 岛内网友很拼民进党 只会买军火疫苗呢 值得注意的是 台军还计划将在美国卢克基地训练的 第21中队的14架F-16战机 和191名人员 以防至200公里外的 涂增空中国民警卫队基地 并请求美国海巡派出FA-18战机 大型特重飞机以及电子战装备 与这批台军F-16进行海上作战训练 提升台军的制海作战能力 和场景模拟经验 要老是怎么看台当局砸下重金487亿新台币 这个军购 而且挪用了这个陆军的钱进来买这个鱼叉 这么看这种鱼叉 这鱼叉能发挥什么作用 如果台湾的这个海上防线没有了 陆军再强也没有用 但是买鱼叉这个事 不是因为它重视鱼叉 是因为它除了鱼叉之外 什么选择都没有 我们知道从79年开始 美国海军列装鱼叉 到现在鱼叉仍然是美国海军的 主力反舰导弹 而这种导弹的射程威力 都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了 那么新的一代就是这个LRISM 就是这个远程反舰导弹 美军这个研发的过程 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能卖给台湾的 在反舰导弹的一项里面 只有鱼叉这一款 没得选 对 它没有没得选 那么新型的东西 美国人自己还没有研发历史呢 不可能卖给它 另外刘老师我们注意到 台空军现在要跟美国海军 要做联合的训练 要拿制海权 首先您觉得这个模拟是什么场景 要练什么 他们所参加的这个训练兵力 也就是台湾军队参加训练的兵力 是以F-16为基本的训练兵力 那么F-16是美国造的 这种飞机呢 过去更多的主要是用于陆战 海战本来并非F-16所长 那么美军呢 要帮助台湾实现它所谓的制海作战 也就是说夺取制海权的目的 那么共同给它提供一个 近似的一个模拟的实际的战场 那么它的作战对象也毫无疑问 一定是针对着我们大陆人民解放军的 也就是说它如何夺取台湾海峡 乃至台湾周边制海权 这是恐怕它的作战也来目的 我们提到了台军要急于提升 它的制海作战能力 那么它现在的这种制海作战能力 能不能对解放军构成危险 那这个问题接下来 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近日为实现所谓在2025年前后 对抗解放军登陆船团 70%支战力的目标 台海军挪用陆军预算 加紧支付首批32套 女参2案件导弹系统的首付款 这种挖东墙 补锡墙的做法 暴露出了台军的急切心理 背后是被美国绑架的有苦难言 我们来看 首先 墙买墙卖并非本意 近年来 美国智库加强对台兜首 非对称作战构想 建议台军大量采购 暗机反舰导弹 建立所谓的 立竿舰影 显著提升对解放军 吓阻能力的军备计划 对此 台军曾多次提出 采购NSM远程反舰导弹 但均被拒绝 无奈之下 去年4月 台军正式启动 暗房巡航导弹系统建案程序 规划预算300亿新台币 采购暗机鱼叉导弹 半年后 美国却给出了 约合650亿新台币的 装备出售计划 总金额被增长一倍多 我们再来看 截至今年6月 台军共装备了 275枚各类型鱼叉 但全部为 130公里射程的标准版本 射程直接关系到 反舰火力指数 以弹头重量 乘以海里范围 乘以有效载具数量的 公式换算 台军400枚暗机鱼叉二 所能提供的火力指数 仅相当于雄风三的 60%左右 最后我们来看 东施孝平 南挑大梁 台军声称 参照了美国海军战术手册 才制定利用 暗机鱼叉二 实施反登陆作战的方案 但在美国海军作战概念中 鱼叉主要扮演的是 消耗对方舰队 防空火力的角色 据测算 对一艘具备 主流防空能力的水面舰艇 需要一次骑射 20枚左右的反舰导弹 才可能实现保护打击 因此美军对海攻击的主力 是舰载战斗机和攻击型核潜艇 台军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他们还是很自信 自信满满说 他的这个鱼叉导弹装备以后 能应对这个解放军的 新型的两栖攻击舰 新型航母 还能够所谓的 歼灭解放军70%的力量 您怎么看 第一 你能不能打得着 第二 你能打到 就算打到了之后 能不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这两个问题都是次要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 你有机会打吗 对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 它就是说给台湾的老百姓听的 其实现在从军事上来说 这种东西就是一旦检验 马上就能露馅 那只要不检验 这个牛皮我就吹了 吹了之后 反正老百姓骗了就行了 另外随后我们还看到 美国媒体在炒作 刚才提到罗斯福国航母 在前一段时间曾经逼近 中国的辽宁舰航母编队 那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17号扬言 美国将持续依照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协助台湾地区自我防卫 两名美国议员还抛出 所谓台湾和平稳定发草案 妄图强化台当局的 所谓吓阻能力 岛内媒体还于6月15号炒作称 解放军首次出动 多架新位的歼16战斗机 飞林海岛东部外海通域 并渲染称解放军攻击编队 态势明显 目标可能是位于 南海的美军里根号航母 台军出动战机并叫嚣 如发行任何事端 一切后果自负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 曾表示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 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美媒福布斯还于16号爆料称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曾在今年4月 危险逼近辽宁舰 双方航线交叉 形成所谓碰撞航线 硬望称 美航母将辽宁舰纳入打击范围 如果是在战时 双方交锋不可避免 美军除了派驱逐舰跟踪辽宁舰 还出动B-52轰炸机 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大队特应 美媒叫嚣 台岛周边未来可能发生 二战后最具破坏性的海战 美军还制定了 所谓削弱中国舰队计划 试图通过即将服役的 XLUUV无人潜艇 以及双击沙智能水煤 构建不击区 配合日本封锁台岛周边 妄乎以此对抗中国潜艇部队 接下来怎么看 岛内媒体说 解放军的这28架子军机 是一种所谓的叫攻击编队 而且目标是美国的航母 然后我们看到 美国航母进入南海的时候 然后他就对解放军叫嚣 说后果自负 对 我们看得出来 美国人一来他们就精神 美国人一走就翻天 这个说明对自己的力量 就嘴上说的能消灭大陆军力 70%什么 他自己心里还是明白的 就是只有美国人 在他身后站了的时候 他在那蹦来蹦去 就告诉我们说 解决台海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是打掉美国试图 染指台湾海峡的这个野心 台当局对这个两岸的 军事实力的差距 已经从一个开始 就是是真不知道 变成知道了不承认 到现在就是说 那么既知道也得承认 而且要公开承认 这个演变过程还是有的 台湾的这个很多飞行员 在自己向大陆喊话的时候 他其实说的时候 他都没有底气 只不过就是每次美国人一来 他那小心脏再兴奋一下 再能够这个表现出 回点血 他自己都知道 这个话他站不住脚 而且没有底气 另外李老师怎么看 美国媒体炒作的 罗斯福号航母舰队 在这个台海周边 说危险逼近辽宁舰编队 特别提到将其纳入了 所谓的射程范围 您怎么理解 美国媒体很不专业 航母跟航母的作战 是不见面的 双方的舰载机 拉出去以后 几百公里之外作战 这样的决定胜负 这是一个 其二一个呢 美媒不了解客观情况 两国的海军 在海上相遇 次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在这正常训练 他们到过来侦查 这些行动都有 对于我们中美两国海军来讲 都有我们的这种 自我的约束和规定限制 就是不要发生意外的情况 其实这些东西呢 其实美国海军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就看 那么美媒为什么 这个时候炒这个 这跟美国国内的 整个反华势力嚣张 直接相关 它是在这拱火 渲染中国威胁 渲染战争威胁 所以美国媒体在这个时候 炒作这样的危险论教背后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那接下来时间呢 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 更多的详尽的观察 小叶 好的 近日美媒爆料称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 曾在今年4月 危险逼近中国海军辽宁舰 双方航线交叉 形成所谓的碰撞航线 甚至叫嚣将辽宁舰 纳入打击范围 事实上 美国是最不专业 最不安全的规则破坏者 和麻烦的制造者 首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国际海上规避规则等 均有航行安全的约定 2014年 诸美两国海军承诺遵行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军舰不期而遇时 应实施安全避让 同年双方还签订了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谅解备忘录 明文规定 双方舰艇不应穿越对方航线 讽刺的是 美媒爆出的消息 恰恰是美军 首先破坏规则 其次 美军破坏规则 几乎是常态 2019年6月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某舰艇编队 与美军航母编队 在东海 公海海域相遇 美海军 前瑟勒斯维尔号巡洋舰 突然变线 切入俄海军舰艇编队航线 必进到距离俄海军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反潜舰50米内 2020年1月 在阿拉伯海北部 美军法拉格特驱逐舰 横跃俄军舰航线 俄军舰被迫规避 俄方在事后提出抗议 并明确指出 美军违反了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公约 根据公约第15条的规定 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 至有构成碰撞危险时 有他船在本船右旋的船舶 应该让路 并避免横穿他船航线 最后 每件碰撞航线看似嚣张跋扈 实则可能遭强力反制 面对大国的多重立体打击手段 美航母在对手沿岸的日子 不会好过 今年3月 美国艾森号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进入地中海活动 并派巡洋舰进入黑海 对俄施压 俄黑海舰队出动 11356型护卫舰和潜艇应对 美舰展开长时间搜索 仍无法发现俄军潜艇 俄军护卫舰一路跟踪 直接插入美航母编队 美舰在俄方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仓皇撤离 查诚 好 谢谢小耶的介绍 所以雷尔怎么看美军 抛出的这个所谓 削弱中国舰队计划 然后要拉上日本 所谓的封锁这种台岛周边 然后还要布上智能的水雷 还有无人的这种潜艇 从现在的情况看 美国海军 它已经开始下大力气 来针对中国海军的发展 来采取这种所谓的作战部署了 所谓的智能的水雷 这种水雷和一般的水雷不一样 最大特点是把一枚鱼雷 把它装在水雷座上 然后沉到海底 它自己有声纳系统 一旦战时启动了以后 它会自动捕捉舰船信号 然后把鱼雷发射出去 打中目标 这样带来很大的突然性 控制范围会非常大 已经改变过去 完全被动是被别人碰上来 我才炸的这种方式 而可以采取相对 比较主动的攻击方式 那么它把这种最先进的东西 也拿到第一岛链周边沿海 用水雷来拦阻中国海军 走向海洋的道路 从这意义上来讲 敌对意图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它要到我们近海来 不出水雷 那可能会面临到 我们很严厉的海陆空打击 这样它的布雷兵力 可能都受到威胁 同时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股反华逆流当中 也有的国家想趁此机会 火中取栗 比如说这其中比较积极的 有印度 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 印美日前炒作称 解放军20多架殲-16和殲-11战机 在西藏举行了大规模空战演习 并称殲-16重型多用途战机 对印军战机形成了统治地位 印度必须依托众多的空军基地 以激海战术抗衡 印军还在中印边境附近部署 刚服役的阵风战机 以及K9自行火炮 并大举修建桥梁道路和哨所 12号印度还向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及中国藏南地区部署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印度调兵前将之际 美国宣布向其出售 5架P-8I反潜巡逻机 总价达24亿美元 有分析指出 美国企图以此强化印军 对抗中国的能力 美印企图组团对抗中国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还在会见 俄总统普京时 极力挑拨中俄关系 称俄罗斯正在受到中国的挤压 美媒日前还别有用心地 对俄总统普京提问称 中国航母是否会威胁俄罗斯 普京表示 中国不会威胁俄罗斯 并反问 你认为中国的航母 会越过陆地边界吗 美媒还问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俄罗斯将如何回应 普京表示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战争并没有发生 他强调 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俄美关系却正处于历史最低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 任何企图破坏 在中俄关系的图谋 都注定不会得逞 希望他们不要在零和博弈 集团政治对抗的歧路上 越走越远 我们看印度媒体 把中国的歼16 抬得很高 说一旦面对印度空军 那中国的歼16会占统治地位 但同时我们看到 印度有在中印边境的 一系列的这种军事 部署跟动作 这是它下一步 会继续军事冒险的一个前兆 这两天 就是中印两国的媒体上 都出现了很多文章 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一周年 印度这一年 就是到这个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在这个不管是 它的退役的一些军人 还是一些分析人士 写文章 它有非常强的悲情意识 那么而且有非常非常浓厚的 这种对中国寻仇的 这个这种 就是对民粹主义的想法 我们要非常看待这种危险性 加上国内的疫情的驱动下 印军在今年夏天 在边境地区上 搞动作的这个风险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是要 一方面要看到 就是印度手里面 没有更好的牌 但是没有更好的牌 和不乱打牌 是两个概念 这个风险是我们要考虑到的 那印度这种 看似咄咄逼人的部署 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 好的 近日印度媒体炒作 中国空军在中印边境地区 举行大规模空中演习 为了应对该演习 印度军方出动 其最先进的阵风战机予以回应 印军多次公开称赞 阵风的先进性能 并渲染可以对抗 歼20和歼16的先进战机 从实战表现来看 阵风战机的确性能不俗 不过在印军的手上 很可能只是一阵风 我们来看 首先 杯水车薪有机无用 截至2020年底 印度空军共装备 各类战斗机663架 其中服役已超过30年的战机 超过了一半 机灵20年以内的战机36.2% 即使36架阵风全部入役 也只占整个空军机队的5%左右 近年来 印军虽然不惜重金购买先进战机 但机队的编制规模就在不断下降 2002年 印度空军海宝有42个中队 然而到了2021年 这个数字只有30 规模缩减达29% 我们再来看 缺边严重 有机无人 今年一季度 印度欧亚时报援引印度国防部 国务部长谢利帕德纳伊克发言 称印空军飞行员缺边近10% 一份调查文件显示 过去的5年中 有多达798名印军飞行员退伍 最后我们来看 配套不足 有机无弹 印度斯坦时报网站 2020年12月17号爆料称 与阵风配套的斯卡普巡航导弹 因软件问题 无法在高原地去使用 其打击目标海拔上限为2000米 不得不回炉重造 此外 印空军大力发展的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仍处于试验阶段 并且由于尺寸过大 难以适配阵风斩机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我们看印度的这种 看似是咄咄逼人的部署 把它的压箱底的宝贝 都拿到这来 一年以前 加拉万核武冲突 刚刚发生的时候 印度刚好装备了 它的这个 就是从法国引进的这个飞机 觉得这个特别好 而且就特别特别牛 说几架阵风就可以 对付中国的整个的 这个西部地区的空军 现在为什么这个调王没有了 因为阵风在部署到了 这个印空的这个 这个克什米尔地区以后 表现并不好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阵风引进之前 它是有这个苏三宁MKI的 那为什么苏三宁MKI不上去 因为上不去 就实际上就是 印度武器库里 几款先进的战机 都不太适合高原作战 那么它现在要说 搞基海战术 它就要在前线 修很多这种野战机场 这些野战机场 以印军的后勤保养能力 可能像阵风 像苏三宁这种飞机上去以后 它的这个战损率 不一定很高 但是事故率会非常非常高 本来印度空军 就是一个出了名的 事故率很高的 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要用基海战术的话 那么在歼16面前 恐怕连靶子这个 都有点勉强 刚才叶老师分析的 已经很到位了 就是它没有什么家伙事了 它手上没有很合适的装备了 完全就是一种底细不足 因为有一个笑话 人讲了说 它的敌人可能有隐身飞机了 我有布拉莫斯 别人有先进的核舰艇 我有布拉莫斯 别人有先进远程弹道弹 我有布拉莫斯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笑话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印度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硬撑着往上硬顶 造事来了 挑事来了 至于说它能挑多大的事 连它自己都信得很清楚 除了刚才说到的印度 包括之前我们提到G7 北约峰会 我刚才说 其实在美国的主导下 中国被动地成为了主角 您怎么看它拉帮结派 四处去找人一起来围堵中国 另外你看还挑拨 和离间中俄的关系 在当今的全球军事格局中 那么如果能把拉莫斯拉进来 让中俄在军事上 产生局域 这个对美国肯定非常有利 但是那么拜登的问题 是跑去跟这个普京的会晤当中 直接就这么非常直白地说 中国的航母对这个俄罗斯 构成了威胁 这种挑拨就是连阴谋的距离都很远 你总是得拿点实时机的东西吧 什么都没有 想靠这个一两句说中国的风量话 让俄罗斯改变外交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不是在羞辱俄罗斯的智商 这是羞辱美国人自己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刚被骂为杀手的这么一个人 拜登骂普京是杀手 那么普京知道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两句还不叫甜的话 仅仅就是说 甚至连讨好话都算不上 就能让普京迷失方向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看到中俄的关系 现在仍然是处于最好的状态 我们正常的国家关系发展得非常好 怎么会因为你这一两句 不酸不甜的话 就改变中国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呢 这种可能性应该是零 好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我们看到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它的霸权 完全无视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拉帮结派来围堵中国 我们看到中国也有言在先 中国不会对谁进行系统性挑战 但如果谁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挑战 我们一定不会无动于衷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